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桂花乌龙是台湾茶 正通道地的湾茶 为什么叫做桂花乌龙呢 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方式 第一 桂花茶园种植的乌龙茶有桂花的香气 第二 桂花干加上乌龙茶混合而成 第一 桂花茶园种植的乌龙茶有桂花香气 这是民国5060年代 约西元1960年到1970年之间 京北市市定地区产茶也产桂花 刚开始是为了烘焙茶叶而种植桂花 所以在茶园旁边种植桂花园 因此茶叶吸收天然的桂花香气 泡出来的茶汤 喝起来也有桂花味 故被称为桂花乌龙 这类的乌龙茶 新北市市定地区独有 不过台湾产桂花的地区不仅有新北市市定 还有台北市南港 南投民间和苗栗南庄 其中苗栗南庄所做的桂花酿 都让游客到南庄旅游的时候必定带上一瓶回家 它做得相当甜蜜呢 第二 桂花干加上乌龙茶混合而成 前面提到新北市市定的茶农产茶叶产桂花 但后来因为喝茶的人少销量受阻 天然的桂花乌龙推广不易 渐渐的茶农们在自我升级 引进大量的加工桂花设备 将桂花干燥再放进乌龙茶一起冲泡 于是诞生新一代的桂花乌龙 桂花乌龙的味道是怎样的呢 桂花是香气担当 乌龙是侯运担当 两种原料加在一起会让茶汤更滑舍 香气不腻又温和 喜欢茶汤 有花草香气的茶有爱不释手 大约是偏向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 因为有些壮年人对于花草香气不太喜欢 他们喝茶是为了悔甘和厚运 既然已经自我升级 难道桂花只能做乌龙茶或者是桂花酿吗 当然不止 茶浓们将汁做成桂花乌龙茶 桂花煲汤等等 把桂花发挥到极致 加上桂花对人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哦 桂花有药用价值吗 中医的配方是有桂花的 它能改善咳嗽症状 能舒缓胃痛的症状 减少口臭 加强循环 尤其在中秋之后天气转凉 用桂花泡茶能有保健床胃的作用 但还是要注意哦 一 孕妇盛喝 因为桂花有加强循环 可能有活血的效果 怕喝多了会有流产问题 二 便秘者胜喝 桂花茶有多分物质 对肠道有缓和蠕动的作用 怕喝多了会便秘更严重 高血压者胜喝 因为桂花会让人体中枢神经兴奋 怕歌多了会血压身高 在家也可以做桂花乌龙茶 自己也可以在家做专属的桂花乌龙茶 拿一个能够密封的容器 把容器擦干之后 先放一层乌龙 再放一层桂花干 重复一样的动作 一直到容器装满为止 大约一个月后就可以拿出来冲泡 这就是所谓最天然的桂花乌龙茶 喜欢喝带有香气茶汤的你 一起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